古人婚礼在什么时候举行? 我国是一个婚嫁习俗非常完备的国家,所以婚礼在很早之前就出现了。 那么,古人的婚礼在什么时候举行呢? 在我国,现代跟古代的婚礼,无论是时间还是习俗都有很大差别。 现代人结婚大多选择在上午举行,最迟也就是中古。 可是古代人结婚通常都是在下午或者晚上,因为在上古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期间流行抢婚这一习俗。 所谓抢婚就是男子叫上自己的伙伴,趁着黄婚出去抢夺妇女,并逼迫他们和自己结婚。 相比现代婚庆的热闹喜庆来看,古代未保婚礼的冷静与庄重,是明令禁止将婚礼大操大办的。 一直到汉潮才废除这方面的禁令允许婚礼办得热闹一点。